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Alex 欢迎收睇美股EC trade 节目 港股掉了一波汽车 美国其实都已经 之前昨天放假 昨天没市场 因为布殊的逝世 但是之前一天 其实美股道致大跌800点 現在到期應該都跌 好了 美股的走勢如何 美股其實很多很多板塊 有看了節目都知道很多板塊的股票都已經轉淡了很多 有兩個板塊除外 如果大家買的話 其實這兩個板塊還可以留意著 一個叫Healthcare 醫療保健板塊 另外一個其實大家都知道公用股 港股我們玩公用股 很多時候知道煤氣或者中電 尤其是中電如果有看過去的走勢的話 反而就是2月至到7、8月的時候 其實港股跌得最慘 但是中電其實一路路上 公用股在美國都OK的 有很多公用股的選擇大家都可以留意著 公用股的好處是什麼 基本上因為經濟或者經濟上落或者市況如何都好 對他們的影響很小 有些可能簽了10年甚至50年和政府合約 基本上是公用事業 水、電、煤、各樣各樣東西 它不會因為經濟停頓和簽了合約多少錢 它就很穩定很穩定的回報 所以如果你看這些股票 你會發現它的走勢和市況是很不同 而且如果你看到走勢的話 看到趨勢去做的話 其實升跌勢是很平穩很容易去捉 今天想和大家集中說多一點 即是既然這個氣氛 你說找普通的股票 雖然大家都不是說很有心機去聽 試一下講一下公用股 一個不同類別的板塊的時候 看看情況如何 畫面上這隻是甚麼呢 這隻叫FXU FXU ETF的名字是 First Trust Utilities Alphadex ETF這隻是甚麼 Utilities 是公共股 你會看到這隻ETF很厲害 它的股價仍然在頂 剛剛你說跌那天 最後一支陰燭 其實那天如果你看看其他股票 那天道指跌800點是大跌的 你會看到這隻股票曾經叫做創新高 後來跌也好 都是跌少少 仍然在高位 為什麼可以站得硬 市 美股其實這陣子轉弱都很重要 這隻股票 這隻ETF沒事 因為它做的公用行業 好了 之前都說過 如果我看到有時候我怎樣去選股票 首先我會從ETF入手 從ETF入手的好處 就是我找找哪些sector 哪些板塊 哪些行業 仍然做得好 你在ETF 如果你找到一隻 可以平穩 上升的ETF 你就會找到一些 這個行業都還不錯 你在這個行業 首先找到它之後 你可以怎樣 可以的話就是 在裡面找一下一些成份股 你看個別成份股如何 如果你有時見到 這隻漂亮的ETF 當然成份股很多都不會差 在裡面更加特別漂亮 或者做多一些研究 基本因素 最好的股票 你可以繼續持有 留意著 FXU 這種ETF 最簡單 什麼都不用煩 直接買它都可以 但如果你想賺多一些 因為ETF的不好處是什麼 慢 你未必會賺得很多 當然 如果你們六月那麼厲害買 可能那时候是24-25元 到现在28-29元 大概10%回报都可以 但整体来说EF慢一点 我想快一点回报如何 你选个别的股票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选个别股票 先教大家的方法 首先在Google就可以了 你按FxU这个组织 再加一个ETFDB ETFDB是一个网站名 这个网站我经常拿来看ETF的资料 好了 进了这个网站 我觉得它的铺牌很齐整 你按Holdings Holdings是它究竟有什么股票拿着 你会看到最大有什么呢 Telephone and Data Systems INC 叫做TDS 第二个之前说过 Nextera Energy INC 这十几只股票就是它拿得最多的股票 好了 那怎么做呢 逐个看图 现在和大家逐个看图 首先看最大 TDS 你会看到为什么ETF升得这么厉害 因为它的成份股最大 拿着最多的股票 其实这几个月做得很好 这只股票七八月中间试过有一次都很大 它是29元跌到23-24元 但之后夹上来去到36元 亦都在顶位 你想想最大的股票都升成这样的时候 你会看到其实那只ETF就会做得好 但这只股票如果个别买的话 我不建议 你会看到其实它升跌都有时挺客人的 突然间无端端跌下来 如果你根本上有时美股这么多只 你没可能每一只看完 如果你看到图表你都不喜欢 是阿星不喜欢的话 我未必会花太多时间去研究它 好了 这只你放在ETF是OK的 但个别买我未必会太建议 好了 第二大成分股是什么呢 NEE Nextera 这只英俊很多 你会看到这只是平稳很多的 好了 平稳的股票你就可以用通道去做 这只股票如果你想个别买多少钱买到 172元左右 你可以留意买的 如果真的买了的话 165元止蚀 止蚀位会一直调高 因为上升通道上去的时候 你那些买入价也好 止蚀位也好 止蚀位也好 提高 这些股票容易买 不要现价买 172元可以博 因为172元才博 止蚀会看到风险不大 NEEOK的 可以博 留意着位置 VZ VZ这只股票 升得OK 但是 这只股票 这些斜度 通常维持不久 可不可以博 照样可以博一下 57.5元 你买一买 但是这只股票 尤其是特别要 守止蚀位 57.5元买 55.5元 就要考虑止蚀 但是这些位置 你如果博得中 可以升得很多 这只会比较高风险 看看大家博不博 但是你会看到 头三只 这只ETF的股票 头三只 其实它的走势都很漂亮 你会看到 原来公共股股真的可以 即使美股市况 开始转差 原来也有些板块 还可以 好了 之后第一只 之后那只 CTL CENTURY LINK 这只就不行了 不行的时候 很老实 我都不会太花时间去做 去研究这个股票 那幅图不行 那么多时间去看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 就禁止了 如果你说我喜欢 ETF 会不会提升 ETF的回报 你可以自己分拆 来玩 美股有个好处 你可以一股一股一股 你自己就收拾 你收拾 那头十只八只股票 都买的话 但是禁止了一些差的股票 你可以最简单 直接买ETF 但是ETF里面 如果你是十大持股 你看到 不是的 有些股票我不喜欢 很差 你可以禁止了 这只就直接不看了 好了 未来这只 是单字一个S Springton 这只又是一样 你就禁止了 那你会看到 看多一只 看一只AT&T AT&T 亦都是 美国电讯股 上网那些 又是不漂亮 好了 那你会看到一件事 为何ETF那么厉害呢 因为 其实头几大的股票 走得很好 譬如是TDS NEE VZ 这三只走得好 所以ETF很漂亮 但是你会看到 除了三只之外 其实 你会看到 后面的股票 很多都是情而下跌趋势 下跌趋势 就不搞了 所以你说 买这只ETF 再给大家一次 FXU FXU 其实这个ETF 都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 买这只ETF 你另一个选择就是 我可不可以只买最漂亮的股票 如果有的话 可以 再和大家看多一次 TDS 第一只 你可以考虑 这只 个别买的风险大一点 未必真的 买的大你 如果你是喜欢 可以的 NEE NEE 就比较实际些 可以真的去买 就是刚才美国的指示价 给大家 VZ 这只都可以 这只会比较高风险 如果大家 不怕烦 就选择 好的股票 真的可以 如果你说 真的不想太多动作 ETF 都可以 其实公用股 有很多都可以 今天这只ETF 带给大家 就是其中一只 做得最漂亮的ETF 但是 有很多其他ETF 公用股 都可以做很多 比如 水 电 都有很多 会做得漂亮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节目都会陆续和大家分享 但是 问题是 现在你会看到 ETF 都可以 但有很多股票 其实变得很差 看看金融股 金融股 第一只看高盛 好欲算 非常欲算 节目经常都说好欲算 金融股是很差 很差 他又不是跌幅 之前介绍过的半导体股 跌得那么急 但是他是很平稳的跌势 如果你看看金融股 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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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由2月开始下跌 就是和港股一样 港股也是2月之后下跌 但是你会看到 他走路 比港股更加差 2月打后 港股 2月至6月 其实都是偏向橫行 它已经跌了 然后 最近 港股 即是今天跌了 但是之前一排都有反弹 这高盛 是连低位 连反弹 都没有 继续下跌 是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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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美国经济 已经有危机警号出来 看一只 可能不太准 看多只 通常我看過高城看Morgan Stanley Morgan Stanley沒有跌得那麼壞 但其實真的壞不壞 倒壞是跌得平穩一點 這隻股票如果你說真的買的話 我建議不要買 向下趨勢股票很難買 避開它 但另外告訴大家 原來美國的金融股其實轉得很差 除了金融股之外 差的 看看節目也知道 近幾個月說差 我一定加Facebook Facebook是一隻 近來好像有反彈 好像好少少 但是反彈完 你看到通道 去到現在 開始近通道頂 應該不但有多少 又倒下去了 這隻股票很差 你要買這隻股票 直至是什麼 直至你真的去到 完完全全 可以突破到下鐵通道 你才考慮 但這樣說 考慮都不會考慮這隻 你等Facebook好回來 因為當你真的慢慢 Facebook股價差 你會聽到好的消息 尤其是越來越多人說 年輕的一批 香港也好 美國也好 全世界也好 越來越少人玩Facebook 可能熱潮過了的時候 Facebook又轉型不到 找不到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 找不到一個新的盈利模式 這間公司 一路產下去都不期 所以要小心 股價告訴你 這間公司的前景如何 股價就是很多分析員 或者大行 或者很熟行業 很熟行頭 很知道這個行業運作的人 他們真的用很多錢去畫出來 有時我未必會直接去信消息 但如果聽完消息之後 加上股價的走勢 我就會更加肯定 譬如壞消息進出 而股價一路向下的時候 老實說這隻股票 不要看好 Facebook就是這樣 還有什麼呢 如果看Fan股 看Fan股 Faang 第二隻Amazon Amazon的走勢比Facebook好很多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來它是Faang Fan股票裏面 比較遲下跌 第二就是它後來的反彈 其實是有力 當然了 美股的市場差 這個股票是無可行面的 但比較之下它比較好 即是比較Facebook之下它好很多 但是都這樣說 不值得買住 好了 這隻不大鑊 接下來這隻A大鑊 這隻叫Apple 蘋果 即是賣手機 蘋果手機那隻AAPL的Code 是很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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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我們看了這麼多年 即是由喬寶斯看到現在 喬寶斯年代 這股票超級強 但當你見到TeamCode上任之後 其實這麼多年都好像用企圖 但我們也知道手機差很遠 產品差很遠 如果這間公司是有底很厚很多現金 但你會看到可能真的無以為計 股價會告訴你這間公司行不行 如果它落到這樣的時候 千萬不要撈底 不要再當它是過去很強的蘋果 蘋果絕對不建議吸納 有貨的話 減掉它 就考慮 New bol 如果大家 inciken自己 Раз在兩個 Π Sword 人們的貨的話 所以社會聽到 也就有貨號 和別人的貨號 雖然以貨號 Amazon起碼有反弹 它不好 這隻穩定下跌 最後看Google 不好的 都是五常客 跟Netflix差不多 都算差的 大家可以看到FAANG 其實五隻股票裏面 除了Amazon要好一點 都差的 都不是很好 其他四隻都差 留意著它的體淡的ETF 如果是的話 真是這個設計要倒下去 這幾個板塊股票應該有很長時間 買的可以買一下公共股 或者Health Care 醫療板塊 但是有很多股票 譬如金融股 譬如一些Netflix 譬如一些FANK 即是科技股 其實可以看淡的 美國的市 已經一過一步轉差 小心風險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下星期 星期二 星期四 同一時間 再見